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白衣人案 林卓廷和其一伙人被告暴动罪 第一个定罪个案出现 这一个姓何的 叫何正琪 42岁 是回计师 他被控暂与暴动 暴动罪成立的 他否认控罪 但应该是后判 官判案的时候 他都给了很多说法 这案子我很留意 我想知道怎样 就是为了告 被告都可以 他都有去过官的看法 我只能这么说 被告何正琪 早前在案件表证成立之后 他选择作供 他说当日在家看见现场直播 他觉得直播的质素一般的 你直播的当然是 镜头肉就离开了 于是乎八卦 就去到现场 及后在港铁站的出口位置 他见到有些村民 骂市民 又丢东西 于是他开阶 抵挡住那些东西 接着就调回一些杂物 希望吓走那些村民 或者是互相逐走的有 防止他冲入站内施杂 控方質疑 喂 为何你有风险 仍然去现场呀 被告就说 因为这么大个儿子 之前都没见过发生这样的事 好了 控方就说 为何你不立即走呀 既然他都这么恐怖 被告就说 当时有很多市民 站在身后面 他希望我去把傘可以保护自己 和保护其他人 我怎知道另转身走的话 英隆围那些村民会做些什么呀 这样说 被告表示 他不认为自己属于 任何一边的阵营 那个法官是李庆年 他裁决就说 案发的时候 分开两边人 一个是白衣人 一个是黑衣人 各自怀住 参与暴动的意图 首先在判决的时候 你便已经说他们有暴动意图 老实说 喂 你连白衣人 我们都不能够在微信之前 觉得他们有暴动意图 他说好像白衣人 一方为了捍卫村落 你反而是 给了藉口捍卫村落 即无差别集击叫捍卫村落 黑衣人一方就认为 白衣人集击的人士 铺打不平 双方壁垒分明 互相以暴逆暴解决问题 喂 这样说真的 有人无差别集击的 还拖 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即是人打扰我 我不还拖 我还拖就是暴动 是啊 喂 都是抛一下杂物 找马车挡住 李现成他会怎样呢 他一定会转身走人 好了 法官说 即使白衣人 曾经在地铁站车厢里面 暴力打人 黑衣人都不应该 在元朗集里面非法集结 更加不应该结队 连群结队走到英隆围 和村民对市 黑衣人你用暴力还击 有道理都变成没有道理 而且我觉得这是歪理 以暴逆暴 为理为法 这个是官这么说 法官拒绝 立被告何赞琪的公辞 他说他不可信 不可靠 你说是自毁 防止罪案 其实你就跟白衣人 根本就无疑 你是暴民的一份子 一同参与罪案 至于何声声八卦 法官说 喂 你的行为超越了八卦 你在英龙围 试过帮男子解围 可见你是知识现场有两方阵营 在浪和路 双方口角和肢体冲突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你没有走 还在前线 还走上前线 使用暴力 选择站在黑衣人的阵营 你说你不是属于任何阵营 法官就觉得你是黑衣人的阵营 法官认为 被告你有多次离开现场的机会 但是你选择和黑衣人齐上齐落 目的明显是和黑衣人阵营共同进退 对抗白衣人 加上被告形容 属于黑衣人一方的暴徒 为无辜市民及受害者 即是你又觉得黑衣人一方是暴徒 白衣人一方面就像黑社会 那位官就说你只不过是找藉口开脱扭曲事实 那位官说 由闭路电视和公开片段见到 被告你曾经在浪和路和白衣人推撞 在元朗站的出口就向白衣人扔野 吸口你持续留在现场 以撞大黑衣人的声势 穿着深色衫配合黑衣人的装束 又曾经在黑衣人退回港铁站的时候 打开雨伞防卫其他黑衣人 你这些行为都是暴动行为 防卫不行 构成直接参与 构成直接核杂 架接参与暴动 国官认为如果只是八卦 一个正常 心智成熟 学历高的好奇人士 是不会跟随同一阵营的示威者 你要讲这些浪漫 说真的 根据前案判例 你不根据示威者 你在现场都是暴动 你不会跟随同一阵营的示威者 暴动核心范围 时移压 时移游走 更以武力对抗 敌对阵营 当时两方阵营以暴亦暴 如果好奇的途人 或者真心防卫或防止罪案的人 是不会积极参与对视和冲突的 就辩方提出自卫及保护他人 以及防止罪案的辩解 国官说 需要考虑被告是否真诚相信 他们有必要保护自己和其他人 以及被告使用武力的程度 是否合理地说 法官认为 被告显然是知识其他黑衣人 主动冲击英龙围 逗留在现场 就是为了跟白衣人对视 挑衅白衣人和攻击 他更站在最前算 積極地参与黑衣人和白衣人之间的暴力冲突 所以不接纳他真诚相信有必要保护自己 而且 黑衣人包括被告的武力程度都不合理 他说你无需主动去冲击英龙围的市民 有多次机会离开 但你仍然互相攻击 其实我现在想起了 英龙围就是互相攻击 即使白衣人曾经向黑衣人投针物品 但当时也有遮掩 你无需收回些东西扔回去 而且白衣人在后退 人数较少 你仍然扔东西 是不必要的武力 然后总结 这个官 就说被告当然是知识浪和路和元朗站一带的暴动情况 他明显是有参与暴动的意图 而且实际上亦都付诸实行 拒绝接立被告智慧和防止罪案的辩解 而亦都认为他使用武力的程度不合理 裁定暴动罪名成立 裁决之后 裁决之后法官向控方确认本案暴动的时间和参与人数等等 控方说这个案件历时十数分钟 高峰时候黑衣人和白衣人各有五十人参与 亦都同意不涉及气油弹砖头等等致命武器 亦没有人说报清受伤 至于辩方说被告被捕后二十三个月才被起诉 认为本案全有限 国官叫控方准备时序表 把案件压后到四月十日就求情和搬离 这一个42岁的会计师 现在计算是当年三十六七岁 被控暴动罪名成立 如果您还看这个argument 其他那些包括林卓廷等人看来都不下官 好了 另外 这些都不是新闻 不过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 鱼龙署就说现在那些猴子 滋扰个案 都真的很夸张 最近就是一个37岁的男人 因为接触过野生猴子 就感染人类B病毒 即是什么呢 即是猴包诊病毒个案 现在的情况是 人制医院 御庸署的高级动物护理主任就说 过去三年 处方每年都有二三百宗 即是猴子滋扰人的个案 但原来是少了 因为原来在2006年 2007年过千宗 是现在的人不报 还是什么呢 只是猴子较少人呢 之后猴子伤人每年有两至八宗 非法位置 由过去三年的检控个案 由66宗至196宗 检控数字都不算低 当然 处方说未来五年会继续去 为这些猴子绝育 希望进一步降低后裙 希望进一步降低后裙 猴子很颜色 她们不绝育 不断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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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又不在意 猴子后面有大猴子 在那 她一个不觉得意 才跟猴子玩 那些大猴子 误会了出发点 可能会襲击你 所以这些大猴子 本来都是很能量的 因为她比较靈活 和智商都真的聰明 那你说去到现在 我想真的一代人 其实一代人不畏 但是这个也不可能 你差不多每天都在那方面 我不是经常走金山公公那条路 有根山公路那道路 你看到那些行山人士 很多時候都會特地拿好一些花生 拿好一些香蕉 那你不用全部人 其中有一些人這樣做 那些猴子就搞不定了 而且他們特別的動物很壞 他們真是欺負那些年輕人 老虎魚 大家一定要小心 不要見他們有趣 那對待動物有時 尤其是猴子太像人了 你很難很殘忍地踢他 找一輛車撞他 就很難的 但是你這樣餵他們 其實都真的要小心 尤其是你拖著小孩 會這樣搶你嚇到的 好了 這宗案我就不說了 中坎國發現了那些白粉 真是猜不到 那些白粉都周過海有多汁 還要不是幾包 市值二千萬 千九萬 反而講這宗案 這宗案一定要講 一個八十歲的女人 六十歲就說不好 七十歲都說中年 到八十歲就很難說不好 八十歲 例如我們看AV 他有四十路 即四十歲或四十以上 有五十路 拍得五十路的那些AV女郎 他都會盡量去保留 但是你看到五十路和四十路已經差很遠了 四十路有些還可以正的 還可以的 五十路你已經要穩盡不同的形容詞 甚麼風雲的形容 六十路 我就不敢想像了 中年有好奇心 我都不想看 不想看的 八十路 事實上呢 我記得中年我忘記名字 有一個日本AV的老婆婆 最大年幾個 超過八十歲還在拍AV 也不是由年輕到大 我忘記名字 就是 就是 臨腦的時候有人邀約他拍AV 他的兒子都不反對 於是他繼續拍 當然這些故事你不知道真還是假 你知道日本那些 但是你說 我們經常說男人姓玉盜 你兩位好醜都是玉 好醜都是玉 我覺得都是有些選擇的 反而女人比較奇怪 女人年紀大了之後 其實很正常的 你七十歲的婆婆和她的先生 其實都不是奇的事 但是呢 他們就會覺得很醜 就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個阿婆 不知道大家有公園 酒樓有沒有聽過 七八十歲的阿婆在那裡講屌棄 可能你有聽過 我沒有聽過 哎呀 昨晚那套好醜 都真是 幾十歲 都搞到我 都很硬來 甚麼事啊 甚麼事 都很硬來 哎呀 我老爺 就是我沒有聽過阿婆講 你說年輕女兒 甚至乎那些 女人 師奶 都可能有的 但是阿婆 是不是 沒有性容 或者沒有對愛情有渴求呢 那很明顯我們小育不是啦 是吧 但是對愛情有渴求 這個白秦老虎 近日 接駁白狀的WhatsApp 話說回來 今早我也有 我不是白狀WhatsApp 我看到一個深圳的電話打給我 深圳的電話 這個 接著 我就想一想 究竟是騙案還是怎樣 我就打給他 我打給他 然後 打給他 他去樓廳 就問我 是甚麼馬精神 我真的不知道說甚麼 馬精神 我說 你說甚麼啊 即是他的音音很厲害 是 接著 我們說甚麼啊 我說 我都不 我肯定是你去說甚麼 嘴你了 不過我直接就吸他 他有甚麼好說的 馬精神 喂 你就這樣說馬精神 有你的電話號碼 用甚麼 學蕭澤儀說 只會十個十個都是騙案 你說我說的 他這樣說的 你無端端又沒有去大陸做生意 又沒有甚麼 好了 那麼 最慘的 你打過去 他又不找通 你打過去通 我都說 吊夠你 可以 這個八秦老虎 八十歲 他墮入這個 網戀的騙局 噢 你想一下 你八秦老虎 墮入騙局 是不奇怪的 電話騙局 我們就這樣直接聽 喂 你知道現在有AI有這麼厲害 扮了你的兒子 動的都還可以 喂 阿傑 阿傑 阿傑王 你再舔 舔呀 你再舔呀 這麼久沒有回來 我 我 我 牛頭角呀 你的聲音是這樣的 是啊 我現在好吵呀 我 拔炒車呀 撞到人呀 現在要二十萬 你先拿錢 我戶口再給你 再給你電話 好急呀 我先收錢 你都覺得 都不奇怪 正常都應該打電話 阿傑 有些人打電話給我 阿傑剛剛開工 沒有聽你的電話 於是我就心急了 那些老人家 這樣被人騙 都情有可原 但是她是 啊 墮入這個網戀 所以說 你說呢 一個人 八十歲 我也很難想像 我媽媽就走了 去年 如果她沒有走到 她在家那麼悶 又懂得Whatsapp 給別人這樣 我媽媽 會不會跟別人 那麼Whatsapp呢 會不會有人追溝她 會不會騙到她的錢呢 這樣按鈕呢 我覺得我媽媽 沒那麼按鈕的 好了 這篇圖就說 我是加拿大工程師 來的 我很想見你 哎呀 不要啦 我年紀大了 你 我也大啦 你有多大呢 我 我 我四十四歲了 就是老虎 一定這樣說 哎呀 我以為你有多大 我都39 我真的一見如故 雖然沒見過你面 可能你的profile picture 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通常有些老人的profile picture 未必會自己認識的 要是子女跟他認識 要是正張那些 那些 老人圖那些 有棵圖樹那些 她說 我不靚 哎呀 你一定不會肉酸 就算你不靚 為什麼 我聽你的聲音 或者我看你的文字 受氣 和我感覺到 你心裡好 心裡好的人 我的樣子怎麼會差呢 我真的很想見你 就是這樣 好了 但是 老實住 我剛剛 �usaŃ到尾 你的錢 就留住了 於是扯要求他買甚麼 這個就真的 買iTune卡 ebenso卡 等於 一起買點數卡 就是錢 他買iTune Card 於是扯它 fosse他 去到 認對方的要求 就買了三千塊 買了四張iTune Card 也將罪好交給對方 但後來他醒覺 老虎 這裡沒有講過契機為甚麼醒覺 就報警 損失三千元 你真幸運 我又不知道你有沒有身家 有人兩三億都可以損失了 你真幸運 他為甚麼會醒覺 可能是那個 那個責人 真是良心發現 這個Vinney 都似乎一把年紀 他是一個好女人 我不要騙他 於是去Block了他 他就說 Block了 難道我被人 這樣發現 我覺得機會很少 誰不會同情你 反正你四張都可以去的 我繼續來 但繼續來 因為你之前下了處 如果現在醒覺的 那你便 之前便便沒有了三千元 Anyway 他也是幸運 可以 你大哥 原來八十歲 各位 八十歲 所以 只要大家抱著這個信念 其實我覺得OK 真是混女 真是很想過女生 好的 西神 小鬼 中可 後 七 五 九 六 五 五 六 五